外出旅游信用卡会不会被盗刷 出门换钱会不会被人骗 那我们顺便出去溜一溜吧 因为他这边是在总统府附近 治安状况说是比较好一些 没想到这老板正好爱喝茶 这边还有一个茶台 那边是他卖的一些香烟之类的 Hello大家好我是Max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旅行的小经验 希望你们出门的时候能帮到你们 是这样现在可能跟疫情之前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然后去其他国家的话 他需不需要提供这个核酸 需不需要提供疫苗证明 有些时候呢 我们所去的这个目的帝国呀 网上写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这个一定要去小心注意 我在埃及就吃了一个大魁 然后因为核酸的问题 屋里一趟飞机对不对 去摩洛哥人家不需要核酸 但是呢网上是这样说的呀 然后也问了那个其他去过的人 但是你当地的这个出去的时候 他没办法卡你这一关 在他达卡尔也是 我如果从达卡尔飞任何地方 不管我飞的这个地方要不要核酸 他必须要让我做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啊 要去注意一下 那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机票 机票啊 一定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 我去 这边还有一个中餐厅 看看啊 非洲到处都是中餐厅 离我住的地方也不远 机票 好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软件 叫SKYCANNER天巡 然后截图我已经放在上面了 你们可以下载一个这个 这个软件的好处是在哪里呢 其实当你去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把那个地名一收 然后他会弹出来一个列表 就是每一个网站的价格都会显示出来 你就找那个最便宜的 也可以在上面直接去订啊 第三 跳转到第三方页面就OK 然后你也可以去下载 这个看 看你们个人啊 这是飞机票的事 还有一个那就是幸运卡 对不对 其实幸运卡在外面遇到到处的情况非常多啊 我建议你们 就是把幸运卡后面那个三个数字 那个验证码给他用小刀给他刮掉 然后在刮之前啊 自己拍一个照 保存下来 别到时候自己给忘了 卖不了票 那就尴尬了啊 一般通常都是这样去做的 第二个就是换钱 换钱其实就是两种 一般是会目的地所在国的货币 还有一个就是世界通用货币 目的地所在国的货币的话 一般都是ATM 那如果没有ATM怎么办 找那个当地的华人 尤其是开餐厅或者开超市的 记者啊 一定要有实体行业 不然的话 千万不要去相信 那边怎么那么吵啊 先不要过去了 因为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你知道吗 如果你遇到一个陌生的华人 认识一下也没有关系 但是呢还是要保持集体系 我是从来不会说认识一个人之后 跟他去换钱啊怎么样 我都吃饭或者说去超市换点钱 然后金额啊也不要太大 我每一笔换的钱都是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所谓的承受范围就是这笔钱 我可以丢了 丢了我也不会对我什么危害性耸伤 我能够承受得起 这叫风险承担 这个也要去小心 反正我每次都是一点点一点点跳着去换的 当然你们也发现了 我这一路下来好像遇到的人都挺不错的是吧 反正美金也是 美金我就是一般 比如说我在摩洛哥的时候 我要换美金我都是换成当地钱 然后再去到正规的地方 也不要再一股脑的全找华人 你就找他们办一部分事情就OK了 换好这个当地的这个钱之后 然后再去换美金会更好一些 这是换钱啊 反正我觉得出门在外啊 你不管是哪里人 你比如说是马来人呀 新加坡人呀 你只要会说中文 你只要能够听到这个中文 你寻求一定的帮助 还是有人会帮的啊 咱们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陌生的人 好人还是很多 当然防人之心不可有 害人之心不可以有嘛 对吧 哎防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之心不可以有 说错了 还有一个住宿啊 住宿的话 就其实两个软件是最普通的 一个就是爱比营 一个就是booking 我基本上所有的软件都是 所有的房子都是在booking上面去订的 因为booking比较稳定一些 上一次在那个agoda 订了一个房子 结果到了酒店 就是在爱奇的时候 然后呢 酒店根本就没有收到这个 这个订单 那你说这种情况 该怎么去弄 反正啊 衣食住行这一块 就住宿会比较 住宿还有出行比较麻烦一些 你们在出去旅游的时候 就尽量啊 比如说打个车的时候 拍照拍视频 最好拍视频 录下来 他要多少钱 这个非常重要啊 而且保存这个证据啊 这都是迈克斯 雪淋淋的教训啊 是不是 哎呀 好啦 反正就这么几点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今天睡过了 本来要去上岛 岛是上不了了 明天上岛吧 今天啊 终于碰到了一个有咖啡的地方 OK 我们喝一杯咖啡 因为来这边好久没有喝咖啡了 也不是好久刚到 主要是在塞内加尔登的时候 哈喽 比较难喝咖啡 哦 Ice Black Coffee Yes No sugar Yes OK Thank you 离总统附近就是好 喝咖啡有着落了 每个桌子都有燕灰缸 都是这边的标配 嗯 哇 这个咖啡像一杯鸡尾酒 刚才跟老板聊了一会儿天 他是亚美尼亚人 一听到我去过亚美尼亚 哇 激动的拉着我 唠了半天的壳 其实我就待了四天 但是我还是想回去 再去亚美尼亚看一看啊 有点 嗯 反正每一个地方 我觉得都挺想回去的 除了这个 这个西非这一块 还有这个埃及 是再也不想去了 就是这样 旅途嘛 发现不同的人 不同好玩的事情 然后多结交一些人 也可以拓展一下自己的世界观 对吧 拓展一下自己的眼界 就是这样的 那尤其是说华语的 说中文的 天然有一股亲近 亲近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包括上一次 我在摩洛哥遇到的那两个女生 或者说我在 遇到那个新加坡姐姐 小姐姐 其实不管是哪里的人 新加坡人也好呀 马来西亚人也好呀 或者美籍华人也好呀 只要你在路上碰到的时候 你都会 啊 好有亲切感 如果有需要什么帮助 或者说 呃 别人需要什么帮助 都其实我觉得 正常人来说的话 会主动去帮忙的 毕竟语言上的 天然的亲近感 这个是抹杀不了的 反正 我觉得 我是这样的人 还有一个 当然 身交是不会的 我基本上在外面 没有说遇到一个啊 要去值得身交 去去干嘛 我毕竟是出来旅行的 我的经历和时间 要花在去看看世界 去感受人文 去看看不同的风景 而不是去交朋友 呃 所以我出门这么久 没有被在坑过啊 比如说换钱被宰过呀 或者被身边的人 呃 使过坏啊 没有的 因为我 就是说 认识一下 仅限于此 如果再去想要 去交的交往的话 你要花多大的时间 对不对 一个朋友 我们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够认清啊 人呀 本来就很复杂 所以有些时候 挺矛盾的 对吧 呃 一方面又觉得人好 一方面又觉得 不敢去深交 这就是现实嘛 反正我相信 大部分人都是 跟我一样的一个心态 好了 今天我们就简单的 就是跟大家 闹这么一下磕就行了 明天我们就上岛了 记得关注订阅 麦克斯好不好 谢谢